蟻瓜和脆肉瓜這個組合 其實感覺蠻西餐的 但是這次加上碎豬肉 我要把它變成一個煎肉餅 究竟是怎樣做的呢 現在就告訴你 材料有免折豬肉 脆肉瓜、蟻瓜 就是這樣 第一個步驟 當然是醃了免折豬肉 醃的方法都是很標準的 就是生抽 少許鹽 然後加少許糖 麻油 酒 胡椒粉 喜歡的話還可以加少許百里香 看來想不想有西餐的味道 然後就是把脆肉瓜和蟻瓜切片 有這些刨 切片真的方便很多 讓我拎去一個你適合的闊度 那不用太薄的 我想大約都是3mm厚度 切幾塊出來自己感覺一下 差不多了 然後我們再把茄子一樣厚度 然後就是造型的時段 首先我們拿一塊脆肉瓜 一塊茄子 一塊脆肉瓜 一塊茄子 這個紫青的顏色 就組在一個模子裡面 一塊這樣 這樣 這樣 這樣組 通常會在一個模子裡面組 但是現在拍攝 這樣就看得清楚一點 好 組合好這塊紫色青色的花花之後 我們就把我們的面子豬肉 壓成一塊類似漢堡扒的形狀 然後我們就鋪上去 鋪好它之后我们就放去煎 大概用中小火煎了大概四至五分钟之后 你就可以反转了 那你是想那些脆肉瓜和茄子 焦点焦点但又没至于焦点 到那块猪肉煎熟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上碟了 由于猪肉其实是腌了 所以它里面已经有它的调味料 而那个矮瓜和脆肉瓜 现在呢仿佛好像没有调味料 但是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为它 加一点 盐和黑椒 因为其实呢 不需要很多的调味料 我觉得蔬菜 吃的原味 有时是最好吃的 那我们来加点黑椒 那这个 这个 矮瓜脆肉瓜 肉饼飞碟就完成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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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